在两岸的备忘率呢 签署之后呢 相信对于这个中资的银行呢 就是可以开拓这个新市场呢 长远来说是有利的 不过呢 看到最近那个股价没有太大的刺激作用 因为呢 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那个备忘率呢 已经讨论多时 在细节上也是做出不断的调整 目前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中资的银行的规模比台资银行大 所以如果那个中资银行呢 就是打入那个台湾的市场的时候呢 可能可以做出一些并购的活动 到时候呢 应该就是更可以扩大 那个中资银行的业务 对于中资银行长远来说呢 应该的股价应该可以有上升的动力 不过短期内呢 我相信呢 那个动力会比较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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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